2019年2月19日,19点59分。 我是不是眼睛睁不开了。 波兹纳为其种族主义玩笑辩解,弗拉基尼尔波兹纳,为涉及中国人的玩笑道歉。 阿列克谢谢维列夫,2019年2月19日,19点59分。 俄罗斯电视主持人兼记者弗拉基尼尔波兹纳,为其在节目最、最、最中,针对中国人的玩笑公开致线。 BBC俄语频道做出了报道。 按照弗拉基尼尔波兹纳的话,结论就是身处中国人之间太久。 一个另一种眼形的人,会变眼神恍惚。 俄国人嘲笑中国人,及其他亚洲种族常用的梗是尼封眼。 易住杜亚纳巴萨诺娃向委员会表达了他的震惊。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记者,宣称其种族主义倾向。 我完全反对并不可接受这种针对其他种族的公开仇视。 波兹纳的回应,强调了他的言论无意冒犯任何人。 此外,他指出可以理解巴萨诺娃的主张的实质。 实际上,我很好地理解巴萨诺娃女士的反应。 我明白冒犯了她。 我嘲笑且嘲笑得非常糟糕。 请接受我诚挚的道歉。 记者的这番话被公之于众。 偶速的发起人杜亚纳巴萨诺娃,接受了波兹纳的道歉。 建筑师表达了她的愿望。 涉事者也要在电视上表明自己的态度。 在回答记者询问的时候。 该主持人说。 她已准备好道歉。 将在第一频道自己的节目上播放。 据报道,委员会副主席、HRC领导人米哈伊尔费多托夫说。 投诉的裁决将于一至三周内公开。 早前,弗拉基尼尔·波兹纳在谈论近几周来,最被广泛讨论的话题之一。 电视主持人各塞尼亚索布恰克,与编辑康斯坦丁波哥·莫罗夫绯闻的留言。 1月中旬。 媒体报道了发生在莫斯科市中心。 马克希姆·维多尔盖与波哥·莫罗夫之间的一场斗殴。 据目击者讲述。 两人来到一栋楼的尽头。 经过了一番简短的谈话。 演员根据后文。 是克塞尼亚索布恰克的丈夫,用拳头打在编辑的脸上。 他因此摔倒在历青路面上。 随后。 波哥·莫罗夫在Instagram上声称, 他的鼻鼓被索布恰克的丈夫打折了。